政府宣布了将会在 2050 年完成碳综合的目标 而对此政府也打算推动这个电气化车辆的发展 在这个计划中 开发或者是制造电气化车辆的厂商 将会获得税务减免或者是其他的优惠 而这个电气化的车辆是不是包含了混合动力的车款呢? 其实是有可能的 那么作为汽车制造国的我国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国产的混合动力车款面世呢? 相信这个时间应该很快就到达了 因为早前在 Pro Duo Ardiva 的预览会上面 Pro Duo 就表示混合动力是他们未来的目标之一 而在 Daihatsu 刚刚公布了这个 Rocky 的混合动力版本详情不久之后 就有网民目击到了疑似这个 Rocky Hybrid 的车款在我国进行测试 而这款车型很有可能就是 Pro Duo 引进的 为的就是在本地测试这个新的混合动力引擎 根据早前 Daihatsu 公布的这个消息 这个混合动力系统叫做 E-Smart Hybrid 因为在日本本土还有马来西亚 不管是 Ardiva 也好 Rocky 也好还是 Rise 都好 都只有一个引擎配置就是 1.0 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但是在印尼呢他们还额外提供了一个 1.2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而这个新的混合动力引擎 实际上就是跟这个 1.2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有着很大的关系 根据之前日本媒体曝光的消息 这个 E-Smart Hybrid 的动力选项 将会由 1.2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搭配电动机而组成 而这具自然进气引擎跟印尼市场所采用的引擎其实非常的类似 印尼市场所采用的这具引擎代号为 WAVE 而这个混合动力引擎采用的代号叫做 WAVEX 这个 X 其实代表的就是混合动力 它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这具使用在混合动力系统的引擎 拥有阿金森循环 而大部分的混合动力车辆都是采用阿金森循环的 所以它的热效率可以达到 40% 只是仅仅比这个 Toyota 的 Dynamic Force Engine 低了 1% 而已 所以实际上它的油耗表现跟这个排放表现 都是非常的出色 我们可以从印尼市场的 Rocky 1.2 做参考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88ps 峰值扭力 105 Nm 所以实际来看这个引擎的动力表现 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的是 如果它采用了阿金森循环的话 马力理论上会降低一些 但是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就是在它的电动机 官方并没有公布这一个 混合动力引擎的综合最大马力是多少 这是因为他们宣称这个混合动力引擎 可以采用 100% 存电力来行驶 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就跟这个 Nissan 的 E-Power 还有 Honda 的 I-MMD 非常的类似 汽油引擎的存在 主要是为了发电 让这个电池充电提供给电动马达动力 这样一来 车辆的行驶表现就会跟电动车非常的接近 而且油耗表现也会大大降低 汽油引擎只有在电池的电量 或者是需要大马力的时候 它才会介入 但是和一般的混合动力引擎所不同的是 汽油引擎跟电动机并不会联合 所以他们是各顾各的 因此如果采用这套系统 那么 Rocky 的 E-Smart Hybrid 开起来 就会跟电动车非常的类似 除了开起来非常上电动车之外 这个 E-Smart Hybrid 还有一个功能 和这个 Nissan Leaf 非常相似 那就是它同样有这个 E-Padal 的功能 但是 Daihatsu 的版本叫做 SPDL 你可以通过一个踏板来控制车辆的加速以及刹车 如果你一旦习惯这样的开车方式的话 那么你车辆开起来其实会非常的嫌异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你也可以把它关掉 所以这个方式是专门开发给电动车所使用的 和这个 E-Smart Hybrid 非常的搭 而且在这个 E-Core 模式跟 Normal 模式 你使用这个 SPDL 来开这个 Rocky 的话 那么你的电池充电速度将会大大的提高 而且还可以有效的降低油耗还有排放表现 就如同我们上面说到的 目前在日本还有马来西亚 Artiva Rocky 还有 Rise 都只有一个引擎 就是 1.0 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最大马力是 98 PS 风制扭力 140 Nm 虽然说这样的输出对于一辆城市小车来说还不错 但是就略显单调了一些 这个 E-Smart Hybrid 的加入可以丰富他们的引擎选项 重点在于如果我国政府真的推动电气化车辆的发展的话 那么这套系统实际上是非常适合 ProDuo 的 而且之前有小道消息指出 在明年推出的 ProDuo 全新 MPV 上面 除了 1.5 公升加 CVT 的引擎选项之外 ProDuo 也会推出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全新的 MPV 跟 Artiva 采用的是同样的 DNGA 平台 代表着他们的动力配置可以共享 如果 ProDuo 让这两款车都搭载了这个混合动力系统的话 那么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而这个混合动力引擎的使用率也可以提高 让 ProDuo 完成未来政府可能设下的电气化目标 至于为什么我们会说 Artiva 可能会推出这个 E-Smart Hybrid 的版本 难道就只是因为 Daihatsu 要推出所以我们就说 ProDuo 也会有 并不是这样的 原因是因为最近有网友在 ProDuo 的交流群放出了一组照片 在照片中是 这个 Daihatsu Rocky 在马来西亚进行测试 理论上 Daihatsu 是不会在马来西亚市场引进乘用车的 那么这台车为什么会引进马来西亚测试呢? 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是复兴车商引进这款车 但是如果是复兴车商的话 他们并不会进行道路测试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ProDuo 以这款车为基础 在测试某项新功能 其实这样的做法也并不是 ProDuo 第一次使用 像是第三代 Myvi 在发布之前 ProDuo 就曾经引进了这个 Daihatsu Move 来测试这个 ASA 的功能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ProDuo 也在以同样的方式来测试这个 混合动力系统是不是适合马来西亚的天气 如果本地市场的 Artiva 争得出了 1.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之外 还增加了这个 1.2 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在价格有保障 有原厂的保护 加上出色的油耗表现之下 你会不会选择支持这个 可能是第一台国产 Hybrid 车款的 Artiva 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